然后我上面放了20片的太阳能板 20片然后我把所有的垫接到二楼的垫表 我所有的垫把它接到二楼的垫表 也就是说我二楼现在用的所有垫都是用太阳垫 那今天是今天啊所以它是还有在转 不然我那一颗冷冻柜跟冰箱是吃太阳垫 还有我的水族箱我是吃太阳垫是够用的 这是一楼垫表它这是台电 我这个是太阳垫跟台电合并在一起 待会我们上去看这20片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电源我是用延长线的概念 二楼的插座把电源延长下来 供应引水机跟这个来使用 这是另外一种真的是用太阳能发电 好啊 上来了 亚厉岛 亚厉岛 我固定会做这个发电量的统计啦 我会留一个小本子在这边 今天是1月4号嘛 已经累计发了3888度了 每天吗 累计到现在啦 一个月一次吧 我是有上来我就记有上来我就记啦 那上次上来是11月2号 现在上来11月4号已经两个月了 它发的度数我都有记 那我这一套 这一套太阳能发电系统 这个变流器是亚厉电机的变流器 它是台湾厂牌 它资本额大概20亿 服务也不错啦 那它是个很特殊哦 有用多少电才发多少电 不会回转 不会让我的电表回转 然后还可以接电池 接下来放电池 存起来用 所以里面可以打开电池 目前就是这一家公司有出 它今天已经发了2.9度电 每季发了3880度 今天没有太阳拍也快一点 今天发2.9度电 像这种天气也会发电 因为我这装了5K啦 太棒了 那5K发到了下午应该可以发出6度电 现在才12点对不对 发2.9度电嘛 那下午是不是还可以相对再发2.9度电 是不是才要快6度 5K发6度是不是1K一度 就是阴天还是1K可以到1度 那如果是大太阳1K可以发出3度到3度 那待会男生想爬可以爬上去 你可以从上面往下拍照 然后我们这个公字帖 我认为一般如果你装到公字帖 对一般客人来讲 他没有话讲了啦 你如果装C型钢或口字型钢会太细 你从下面看怎么很细的感觉 你会觉得很转弱 但是我用到这个200100的公字帖 你会不会说太短 不会 这个是10公分 这个是20公分 所以我们称出这个公字帖 叫做200x100 这个是15公分的 就是150的C型钢 请问这个20年会不会锈到断掉 不会 不会 其实你只是7有7而已喔 20年也不会锈到断掉 那现在我们甚至还会加强就是杜芯 杜芯就是什么 你看那个台电的电塔 它就是杜芯的 50年都不会锈 那就更好 我杜芯之后 我这个底座水瓶我就不做了 因为不需要做 他就不会锈嘛 那有些人说我如果打到这个地面 这防止漏水怎么办 对 我现在没有涂啊 我就随便他 那我家嘛 要做慢慢做 我就涂防水漆啊 一次不够 涂两次啊 两次不够涂三次啊 如果是你家的话 你就拿一桶油漆就涂 不是油漆啦 防水漆 多涂几次就好了嘛 不要麻烦那边 那边有漏水漆 那边你来拿去 就是水会从来没下去 啊,有一个水口 有一个水口 没有水口 你刚刚问女儿肩 女儿肩 可是这个女儿肖吗 嗯 但是她的牢女形区 需要缺调女儿肩 而且关于在女儿肩 就好了 那么我们是看那个 存状者的那个情区 他特有包化女儿肖啊 嗯 有,有,有包含器 啊 不是,不是,不是 爬那邊比較安靜,爬那邊長,爬上去看 正在下過雨之後太陽門板乾淨 你用手去摸看看,沒有灰塵對不對 新竹地區的空氣汙染,還好,還不錯啦 如果你到南部去,你摸一層,你會發現很摸不開 就是很髒啦 那如果是南部大概滑滑,要消息一下 有空就洗啊 拍照啊,拍照,拍好一點,讓大家分享 一兩千塊吧 這個叫做,這邊有沒有看到這鏽調齁 這叫做電位差腐蝕 因為,呃,太陽能板是鋁 小心喔,抓好,不要掉下去喔 這個是鋁,鋁的電位跟這個鐵的電位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會造成電位差腐蝕 那這種處理方法就是要加一個電片 對,加電片就不會這樣生鏽 嗯 那它現在生鏽了還能再加電片嗎 不要再加電片 不要再加電片 還是可以加一加 這哪一盒呢 這來一盒會太陽能板 這來一盒會太陽能板 但是它也是不同型號 也有一些型號是專門賣電 有一些是自用的 還有好幾種型號 好 好 好 謝謝